太阳花学运已经掀起学校联署罢课的情况 那么全台湾学校算一算一共有12间的学校 28个系所已经决定停课一个礼拜 目前自主罢课还在持续扩大中 但是教育部长蒋伟宁声明 为了保障学生受教权 也要求任何大学系所不可以片面宣布停课 同时禁止部分学生公开鼓动罢课的行为 但是我们实际到校园走了一趟 发现有些大学的系所都成了空城记了 今天礼拜一上课日都没有学生去上课 反复报抗议持续延烧 台大学生发起罢课行动 不少学校教授都力挺 星期一上课日台北大学一片空荡荡 实际来到社科大楼已经到了上课的时间 不过里头呢老师学生都看不到空荡荡的一片 在走进教室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 就连灯也没有开 觉得不是那么赞成 因为毕竟应该也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都 都会说想要去立法院 或者说应该还是有一些学生有其他的打算或怎样的 而且以他们社会学系来说 其实到现场搞不好能学到的东西更多 因为学运停课一周 但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到场抗议 校方已经禁止再有系所自主停课 基本上我们学校的立场我们还是希望说 不要再有任何的机会宣布停课 我们还是希望说学生要考虑到他们的受教权 新竹清华大学也呈现空城一片 教室里头没有学生上课都转移到立院抗议现场 我个人是支持这样的 就是他们的决策 全台各地掀起罢课声浪 连署响应自主罢课的包括清华大学 台湾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 政治大学 其中台北大学是率先公告停课 而南部的中山大学更以投票决议率先通过罢课 另外包括成功大学 东吴大学 总共12所大学 28个系所都要罢课一周 学运失序 教育部长蒋伟宁则是跳出来呼吁 要同学们快点回来上课 任何大学系所不可以片面宣布停课 可是我也一向的强调 就是说其实这个还是要在 在法律的规范之内 才能够有所作为 只是全台大罢课似乎没有停歇 七所大学学生会串联发起全台罢课 北一更是宣布先报备不算旷课 台大镇大部分教授宣布自主停课 这场罢课潮已经遍地开花 持续发效 教育部长的呼吁恐怕影响力不大 记者综合报道